大家好,我是牛蛇 歡迎收看牛蛇來開秀 今天我們要訪問一個專業級的來賓 這個來賓齁,大友來頭 桌中等了他一個月,他才肯來 這名來賓齁,他在講他的勵志故事 帶給大家正能量 話不多說,我們馬上請這名特別來進場 這名特別趕快耶 對啊 坐坐坐坐 我們這名來賓齁,為什麼會戴面具咧 因為這個問題困擾他很久 阿森仔已經改善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是暫時戴面具 等一下下會慢慢的,揭開他的神秘的面紗 來,我們先訪問他第一個問題 講一下你以前的經歷,發生了什麼事 我以前活動的時候啊 走在路上,女孩子頭都滴滴的 他真的不敢看我耶 為什麼?外方有關係嗎? 我也不知道啊 後來,我回去照鏡子 才發現 這個問題 原本他只怕他可能會怕我這個問題吧 照鏡子 你是說照鏡子看你自己的外表嗎 對啊 還是因為疾病的關係 還是因為疾病的關係 可能是那個問題吧 喔,那個問題 還有啊 我以前要追女孩子都追不到 好像那些學長學弟喔 拔滔滔滔滔滔滔喔 你可以交男朋友啊 我不是啦 我喜歡女孩子 喔 抱歉 會錯意啦 你聲音這樣子 我會有點喜歡男孩子 對 好,繼續想 繼續想 還有啊 以前 學長 都會叫我去買東西 喔 啊 我那時候 都不想去上學 差點都錯學了呢 好生不如死喔 蛤 你現在是生不如死啊 對啊 那你也滿玻璃心的吧 喂 有沒有同情心啊 好啦 我聽你講的這些故事齁 真的也很好奇的女生真面目啊 我們 可不可以記開你的生命面紗了 可以啊 好,來喔 我們 對觀眾數一下三秒好不好 3 2 1 大概我阿用啦 媽啊 怎麼還是你啊 當然是我囉 你不知道 爛鬥人那集 流量那麼高 十幾萬耶 大家都衝著我來的耶 十幾萬 也是啊 我練習真的是蠻厲害的 我說的這個問題啊 就是青春鬥囉 相信講青春鬥 你算是 第一把交椅啊 對 好 因為阿用的點真的很嚴重啊 好啦 我們訪問第二個問題啊 因為你 我們剛才講 求學過程中 嗯 我們先講一下你出社會之後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喔 要講到比較近期一點 大概今年的時候 大概二三月吧 我那時候啊 臉這裡長了一個很大的鬥子啊 我那時候主板 從大概一百公尺看到我的時候 我那時候想說 沒有啊 回去照鏡子才發現 讓那個鬥子發黑了耶 特別嚴重 看了才華很大呼的才知道 那我青春鬥 那時候長得特別的多啊 尤其是分貝的那一集啊 更是誇張啊 對啦 那一集 就是因為 阿洋的臉太嚴重了 所以喔 內部一直晚發 喔啊我真的覺得 怕嚇到觀眾啦 啊我一看有點噁心啦 其實啊 我這個人 很熱愛表演藝術這方面 那時候 牛舌啊 就把我冷凍起來 叫我去幕後 他說 你不要來拍了 你去幕後就好了 會嚇到觀眾 那時候真的覺得 蛤 不能拍影片 我真的很生不如死啊 又生不如死 真的啊 我帶給多少觀眾歡樂啊 大家都想看我耶 我怎麼收聲音那麼差 哈哈哈哈 你不是阿洋他在那一集 妹妹回來那一集 就蒙眼打人的那一集啊 那一集阿洋的臉也很嚴重 所以喔 我只讓他 串場一下下 就讓他下去了 整整忍動了他兩個月 讓他臉恢復了一些些之後 才敢讓大家見客 雖然阿洋 臉沒有完全康復 但是也好了非常的多 好啦 我們問第三個問題 阿洋 阿你的臉是怎麼慢慢的恢復的 自從啊 拍爛鬥男的那一集啊 底下留言回覆的特別好 很多網友給我很多建議啊 真的也很謝謝他們 我把那些網友的意見 全部綜合在一起 用成我自己一套的方式啊 所以才改變了 蠻多的 阿那飲食方面呢 飲食喔 基本上我以前啊 乍物不離手 一個禮拜至少吃三天麥當勞 不吃我睡不著覺 那我現在啊 基本上我就是吃雞胸肉跟燙芹菜而已 就是用水煮 阿頂多調味就加個鹽巴而已 你一下子可以改變了嗎 還是你 我也掙扎了蠻久 其實我那時候大概 六天吃水煮 一天稍微放縱一下 慢慢 你一定是受到很大的打擊 還會有這種 這種想法對不對 就是想要改變 那時候啊 把我冷凍起來 不能拍影片了 讓我失去了很多 快樂的日子 所以我為了這個事情 動力增加了 我基本上以前啊 一點才睡覺 都熬夜的那種 七點就要起床 大概一點才睡覺 可是我後來改善了 就是大概十一點到十一點半 就就起了這樣子 阿我有稍微去慢跑一下 來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流流汗這樣子 阿保養的話 你是怎麼保養 基本上 我早上就是不用洗面 我是用溫水去代替洗面 那我會擦上保養品 化妝水 精華液跟乳霜 我晚上會用洗面 我用保濕的 那至於要用什麼保養品 就因人而異 我也不太 給大家建議啊 因為我怕 會造成不適的 好 也講得差不多了 I用算是恢復的自信 來 來tag一下 I用的皮膚 畢竟還有些痘疤 但是 我們到時候會放一個 他以前最嚴重的照片 放到旁邊 讓大家看一下 好真的非常多 至少比較平整一點 比較沒有痘痘 好很多 因為痘疤是慢慢削 有的可能 沒辦法削得很特別 但是已經算是非常棒了 我們也謝謝阿六王 我們接受這個訪談 好不好 我們也謝謝網友 給我們底下很多打氣 很多建議 我們都添進去 謝謝大家 也希望以後我們可以 拍出更多有趣的影片 還有更多立志的影片 讓大家歡樂 好不好 影片差不多這樣就結束了 爽就訂閱 持續更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